昨天泡出中正紀念堂 要轉型成台灣建設紀念館 可是好像黨內有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甚至有人認為不應該這樣改 從昨天開始 我看到有很多人 各界對於中正經堂轉型的討論 我認為這是好事 本來就應該持開放的態度 讓社會充分的溝通跟對話 那我想這個部分 本來就是提出一個這樣子 具有視野歷史高度的看法 我想大家能夠來充分討論 本來就是我的一個本意 利用德部長有人問到說 是不是應該先討論講公同項的議題 那您怎麼看 所以其實最重要 就是讓社會能夠充分溝通討論 這絕對不是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政黨或少數的官員 可以任意決定 其實我拋出建設台灣這樣的價值 就是希望能夠讓園區 能夠更具有歷史視野的高度 將過去這70年來 所有為中華民國台灣這片土地 付出貢獻的各個族群 各個世代 能夠被彰顯 被大家看到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那今天如果還有人 要刻意藉由園區的轉型 來操作任何意識形態 社會上面仇恨對立 那這根本不值得一談 張亞中說這個是不是沒收了 大家很好的回憶 關於中正經驗堂 會不會覺得說年底的 可能會流失黨內深藍的選票 我一直認為對的事情 我都會堅持 也就是說大家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應該要讓社會能夠充分的對話 而不應該是由特定的政黨 或少數的官員 甚至一個機關或組織 就可以任意決定 它其實承載了很多 不只是民朋友 所有台灣民眾共同的記憶 我想這一點 就應該要讓大家來 好好討論理性的對話 而且未來也是應該要讓 大家來共同決定 所以通負在改評的議題 那昨天柯文哲市長 被問到這個的時候 是說這戰況為止 還講過多幹嘛 那大家都會認為說 這時候柯文哲是不是有 損戰的考量 主要是因為文化部 他們突然有了一個新的規劃 也就是江中任健康 有一個工作病程的展覽 那昨天也是被問到這個問題 我才提出這樣的看法 我想就是這樣 我今天特別來這邊 看到民眾也很熱情 在歡迎你 是不是藉此要把這港服區 的支持度給你衝高 我一直很感謝我們 在地港服區的議員 他們每一位都非常認真 而且大家仔細看 都是戰將 所以我想港服區的民眾 對於我們黨籍的議員 其實都非常的支持 大家剛剛也可以看到 場面非常熱絡 所以我想未來在很多 在地市政的議題 我們都會持續的交換意見 彼此學習 委員在您去選市長之後 有人就認為這個位子 很多人都想要來卡位 有聽說叫卡位站 包括很多議員都似乎有意 想要接放您的位子 因為在您如果當上市長之後 就可以了 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 就是今年底的選戰 我們一定要贏 我們大家一定要展現一個 團結的氣氛 在對外展現一個 大家團結的氣勢 你們好像在這個谷月 才要宣佈參選 那有人就認為說 黃珊珊趁這段時間 在網上追她的民調 要越來越接近 我們就是把自己做好準備 好 全力以赴 確立目標 我們就奮勇向前 我覺得持續在基層 請走 傾聽大家的意見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事情